孩子们在地上围成一圈 准备完毕后 轮到今天的狗狗老师登场 开始在孩子身上踩着一圈 互动过程孩子们相当开心 而透过实际互动的方式 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相当疗愈 我们在服务的个案啊 小朋友啊成人 他们可以学习到 各式各样不同的议题 尤其是在于说就是 譬如说可能身体敏感度的一个议题啊 社交距离的一个议题 人际关系的议题 里面其实还包含一些更细的 像譬如说信任 亲密感 然后还有想念等等 像这样子议题 去帮助他们可以去面对自己 会冒出来的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情绪 有好的情绪 也会有不好的情绪 那这些情绪出现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所以说这些就是帮助他们可以练习 怎么样子察觉情绪 理解情绪 帮助自己更了解自己 然后可以了解他人 增进人际的关系 度过心腹犬的陪伴 能够有效协助身心障碍朋友 重建人际关系 改善自我封闭 心腹犬本身也是流浪狗训练 在帮助别人的同时 也能够协助流浪狗 让他们重获新生 对于课程设计 能够有效的克服社交恐惧 尤其我们的孩子 势必正在孩子本身 这个同理心的部分 本来就比较薄弱一点 那透过这样子所谓 跟动物的互动的过程里面 相互之间的那一种 心理上的一个互动跟感应 非常非常的适切 强度上都会掌握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的孩子最近 我们听我们工作人员在说 在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深深的感受到 所有的教保员的观察记录里面 都可以显著的看到 他们在这方面的一个表现 所以这方面来讲 对我们是受益非常的好 市长郑文燦特别出席成果发表现场 桃园积极协助非盈利组织相关发展 成立非盈利发展中心 希望能够协助企业一同解决 社会上遇到的问题 拿起象征公司协力的拼图 串联起合作互助的推动成果 他透过这个心服权的互动 可以走出来 能够放松情绪 能够找到这个学习的动机 那也透过这个互动 感受到同理心 感受到存在感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疗愈 也很温暖的一个互动 陪伴的方式 那这方式我们也会来推广 那另外 他也适用在像长者 或者是过动儿 或忧郁症的这个患者 那我想这个流浪犬 能够转型为心服犬 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训练出来的心服犬 不只有疗愈陪伴的效果 也可以适当的协助弱势族群 或是身心障碍朋友 跨出社交障碍的第一步 让孩子学会尊重每一个生命 以及如何与外界来互动 这里面会封黄与小的大西长报道